市长渭嘉贤日前到东华富小颁奖表扬全国各级学校民俗体育竞赛获得优异成绩的扯林队 还有在110年华联县育成绩优秀的选手 市长表示东华富小过去被定位在语文成绩表现 不过最近几年来在运动赛事部分成绩也备受肯定 校方对孩子的教育是十分用心的 东华富小扯林队成立超过10年培养了许多扯林高手 110年12月东华富小扯林队参加了教育部体育署举办的110学年度全国各级学校民俗体育竞赛扯林项目拿下了好成绩 包括国小女子单头林赛特优 国小男子单头林赛优等 国小女子组团体竞速赛甲等 国小一类男子组团体赛甲等 还有国小男子组双林赛甲等 表现非常优异 市长渭嘉贤向得奖的扯林队选手们勉励 我们可以看到富小这几年的一个运动成绩 也让人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过去是在语言的部分 语文的部分得到非常棒的一个佳基 到现在为止语文还有运动的部分 都能够创很多很多的一个好成绩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不只是在县运 然后也有到全国赛 那得到更多的一个全国上的肯定 我们也鼓励很多小朋友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运动项目 或者是一个兴趣 未来朝这个方面继续去发展 绝对会有很好的一个成绩 那在此我们也鼓励更多的家长陪着孩子一起成长 那花园市公所也会试着跟我们各个学校 结合更多领域不一样的一个专长 让小孩子能够持续的不断有新的学习机会 校长包明君表示东华富小除了扯铃在全国赛事拿到好成绩之外 还有核球在中华民国全国中正杯比赛也获得很好成绩 校方对于学子教育是均衡发展 让每一个孩子有机会接触到各项的竞赛 也很感谢市长魏嘉贤到学校来鼓励孩子们也公开表扬 富小啊过去给大家的定位都是在语文上面的发展 但是近来我们对孩子各项的发展上面都非常重视 因此在现运今年的表现上面成绩非常的优秀 扯铃参加全国赛也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还有另外一项叫做核球 我们也参加中华民国全国的中正杯比赛 也是拿到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那么在所有的各项的发展上面 我们朝向的是均衡发展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到各项的竞赛 不只是语文上面的 社团性的发展我们也非常丰富 铁鲁慧欢市报道